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崔友们大家好 这是5月10号 文贵向崔友们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这今天也是文贵的生日 在此文贵向所有的崔友们的母亲问好 同时向所有天下的母亲问好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是肯定是很特别很感动的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最最伟大的名称和最最伟大的一个人物 母亲是我们的一切 她是因为她们我们才有今天的生命 而且母亲在我们每个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又是一年 我和母亲不能相聚的一年 我照样的是在按照东方的过生日的形式 传统形式 沐浴更衣 还换了新衣服 这衣服有点太性感了 我说着她发现太透明 不过挺好里边穿衣服了 这个都换上了新衣服 沐浴更衣 然后这个必经打坐 这个好好地回想母亲养育这几十年 这个对母亲 对父亲 对家庭 对社会的自己做的事情深刻反思 同时也是像佛主菩萨送心经一百遍 来回馈给我的父母 那么同时呢 也是很重要的 发自内心的 要想一想 母亲 这个十月怀胎之苦 一朝 一朝分娩之痛的 这种感激 坦白的说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三思 九思 百思以后 这个都觉得自己实在是 很多方面是要提高的 是有问题的 那么同时呢 觉得自己做人呢 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齐家敬业 以报父母 觉得自己齐家敬业 基本做到 创造社会价值 以报自身 这个基本做到 这个创造财富 回馈社会 这个基本做到 但是 应该立身为他 这个事做得还不够好 现在正在做当中 说到这儿呢 这个我必须说 在我生命中 对母亲 这个认识 对父母的认识 同时大家 昨天看到了 我发了一个 我第二架飞机 我的这个备用机 和私人飞机 全球快车的照片 我向大家说 希望我们的村友们 每个人和更多人 拥有私人飞机 特别是 我想让大家 真正的了解 这个飞机怎么能得到 我们如何能获得呢 我开了玩笑 我说 答案就在今天 那么 因为我在这之前说过 我要对年轻人 孩子们 给他们 这个讲讲 我的这个 赚的钱的一些具体的办法 和心得 手段 我不想讲高大上 我也不想讲 那些是是而非的问题 什么好好做人呐 这个勤劳啊 这个没法具体定义 没法具体定义 因为这种未来的人 让大家 不想向下 我应该说 想看 把距离 我以来 你 我